中国贸易文化 扮演出的我们胡克定代表Mr. Chris Wood 还有欧洲在台商务协会的引荣理事长Mr. Joseph Ezel 以及我们的执行理事白邦德先生Mr. Burns Barkey 还有我们台湾董事学的协会徐理事长也是我们知名的管理学者 以及福特六合的汽车范总裁 还有我们叶副署长简直密 以及在座所有的贵宾还有我们的会员成员 各位美女朋友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首先是非常谢谢大家一起共享盛与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所谓清炭联盟成立大会 跟台湾企业因应企业变迁上的活动 当然当然还是首先要抱歉 我没有准备讲英文 不过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不代表Mandering非常好 另外两位的话可能就要麻烦我们来帮忙翻译 然后会后 我们知道全球暖化造成的气候环境变迁 也就是目前世界各国的环保最重要的问题 而且是我们全球极破的一个挑战 最近我们知道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它形容2014年的开始是一个狂野的开始 来说明在训练前后我们严寒造成的佳学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们知道去年在9月份的时候联合国的这五间 新闻变迁发专家委员会IPCC也公布了它的第五份所谓的评估报告 他也认出说过去的三十年是我们一千年来 就是最温暖的三十年 因为人类的活动已经把我们的地球的平均温度 比起工业革命之前提高了0.89度系 如果再不去加油管制温室清晰排放 到21世纪很可能会增高到4.89度系 所以面对这么严峻的一个气候变迁的挑战 需要我们世界各国积极地来动员 从政策治理到金融体系 企业的经营策略到我们每个人类行为跟思维的改变 都要共同来努力 但是我们今天是希望建构一个能让政府和民间的产业充分的沟通 而且进行了双向的咨询交流的一个平台 就是我们的所谓清洁发展以探权经营的设备联盟 简称叫清炭联盟 已经在我们102年来启动了 也接过刚才我们非常高兴看到 欧博士跟我们报告一定有一二三家企业的参与 希望还有更多的参与 那么在这将近一年来呢 大家互相讨论之下 我们管纳各方的意见也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组织的体系 所以今天呢 我再次就郑重地宣布我们的清炭联盟正式成立 而且开始运动 那么清炭联盟的初期呢 我们的编制是有四个工作小组 分别是负责减量规划 盘查交易 调试因应跟宣传公关 那么这个四个小组的运作是由环保署的温检管理师来负责 就是我们今天的beauty温检侄女的来设定 一起大家来担任这个等于是幕僚的作业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安排也是一个初期的安排 所谓初期的意思 在我们这个联盟呢 还没有很多的业务的时候 还有这个充分的资源的时候 就由我们的温检办公室担任完全的幕僚作业 而形成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的平台 由他们要做的事情 随时得到我们所有会员的一个指导 或者咨询 让他做的任何的实质要去实施的工作呢 能够是非常的可以执行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运作的模式呢 让产官学员各界换犯的参与 这样会获得我们目前执行相关政策的一个措施的实质效益 也让包括了像先行专案或者抵换专案的落实 或者温室气体盘查登陆跟查业制度的实施 以及减碳相关法规的拟定 还有国际减碳发展的趋势 能做一个很充分的衔接 这样可以来协助我们跟减碳 或者是调试有关的这些企业 能够在减碳效益跟绿色转型上 能够获得我们公司部门充分的意见沟通跟资讯总和 让大家能共同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严峻的减碳 跟变迁的调试 这样一个良好火锅关系 也可以提升我们减碳的一个基础能力 各位都知道 我们在全球的经济也碰了很大的一些问题 而大家要克服这样的一些经济上的难题 都希望朝向推动绿色的新政或者绿色的产业 创造绿色的商机 那么我想透过我们清炭联盟 来建立政府民间公司合作的伙伴 从实践 从学习的话 我们可以让产业更快迈向 所谓跟绿色经济有关的所谓的低碳转型 创造减碳的机会 促进产业的合作 兼顾我们企业很大的社会责任 因此在使得最忠心的期盼 政府和民间能够充分的合作 特别的协助 让清炭联盟我们发挥到最大的效益 以及失败公倍的效果 各位知道我们一直很努力希望 立法院能够通过我们所谓的 温室气瓶减量法 但是它这边已经税了五年多 还没有苏醒过来 那么如果我们已经用我们的空气污染防止法 把温室气体公告为空气污染物 在全世界是第二个国家 因为我们是参考美国的做法 美国他们的国会也是很不愿意通过 跟温室气瓶减量有关的全国性法案 所以美国环保署 就也把温室气体公告为空气污染物 所以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 一步一去 来弥补温室气瓶没有通过的这样一个空档 这个过程我想今天非常高兴看到 我们台电能够积极地参与我们这个青海联盟 因为加上我们最大的一个需减碳 或者需要探寻的应该来自于台电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如果让台电 跟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呢 把我们全国的排碳呢 能够降到我们所预定的目标的时候 需要共同来发挥智慧 特别是我们知道 减碳一开始要投入成本 但是后面一定会回收它的节能的效益 所以这样的过程如何能够 透过金融体系的帮忙 或者是我们先去协助他们的投资 让他们后续能够来用节省的这样的一个资金 来预助出去的投资 所以我们大家最反恋的是 因为这样做好像店家就非常不可 确实也是 当我们大家用电变少了 每一度电的收集 它的设备还在那边 或者需要更多的节能设备进来的时候 每一度电 它所增加的不担的设备设备是更高的 但是这也是健全的一个能源价格的结构 一个能源价格的结构 如果大部分都是一个消耗性的燃料 是不健全的 如果它大部分是属于设备投资的话 那才是一个健全的能源价格结构 但是这样的从燃料为主的转变为 设备为主的一个能源结构 这样的结构的时候 电价的结构的时候 它需要有很好的融资体系 一个国营事业 我们是跟事业客户都不太一样的 它应该最有能力去融资 所以如何去先行住大家 把像LED灌灌下来 然后再把电价涨上来 大家事实上并没有辞职的增加电费的付出 这样可能是一个比较能够去实行的一个策略 所以我们希望在未来这段时间 我们刚才还跟海底说 从下礼拜开始 我们会给他们开始来演唱 他们在环平里面所承诺的 2020年要回到2005 或者2020要回到2000年的一个排探 如果透过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机制 我们能够去逐步真正的落实 而能做到我们的目标 所以这个是在这边的 向各位报告我一下 对清炭联盟来说的话 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机制 让这个联盟可以运作起来 因为要照干的方式做的话 也不能靠台电一个而已 而是我们要广征 各个可能提供所谓的底腕砖案的一些构想方法 然后正上课行的时候 台电一起来让它实现 当然不止台电 我们还有跟着APP 或者我们很多的其他的 中享的所谓各种化石燃料的使用者 可能都有这样的需要 所以在这边跟大家报告 我们在今天之后 我们会启动一个实质的运作的机制 向台电祈求 希望我们每个礼拜都能开会 台电有一个运作的工作小组 跟我们能保持一个互动 这可能是我们清炭联盟 真正实实运作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企业团体 可以共同一起来共襄圣语 让我们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健康的道路深感细心 这是一路终地 感谢各位的今天的参加 希望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联盟能够协助产业 不埋向低碳转型 也促进产业跟政府间的相互合作 未来能发挥更多的功能 让我们台湾走向低碳 永续的家园的边境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实施顺心 会议圆满顺利 清炭联盟运作成功 谢谢 我们再次接下来 感谢 谢谢